反正最後一名我就是給 對我最後一名也是給 今天很嗆是嗎 加入夢起飛LINE官方帳號 即可免費汽車電腦診斷服務 實現夢想 其實不難 歡迎來到夢起飛國際汽車 我是經驗主持人阿勳 我是小君 欸阿勳啊 平常會就是開車會開跟車嗎 我平常嘛 其實我不太信任這個東西 那還假的 平常開車我都喜歡自己來 喜歡自己來就對了 那其實我跟你講 跟車超好用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蠻喜歡打麻將的 所以有時候開著跟車 我就會打一下手遊 但還是會注意前方啦 為什麼一定要打麻將武器 不然打傳說要太專注啦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使用 賓士然後 BMW保濕節跟特斯拉的跟車 那我們就走吧 Go Go 小君我們接下來測什麼品牌 就是我們3號這一台特斯拉 教你如何用特斯拉的跟車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Go Go 這個呢要啟動跟車的話呢 就是輕撥 排檔桿然後輕輕的往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最高的 就代表他已經開始啟動跟車 然後如何設計調整呢 就是右邊那個滾輪 然後左右 這邊 螢幕下方就會有個七段式 然後接著呢你要調速度的話 就是 右邊滾輪 然後往上有沒有 可是他這個只能 公里一公里調 然後如果要啟動跟車 跟車道維持的話呢 就是往下輕撥兩下 有沒有 螢幕中就會有一個 藍色的兩條線 這就代表他現在有車道維持跟跟車 兩個都有 取消跟車的話 第一個方式就是 輕踩煞車 或者是 排檔桿要 輕撥往上下 他也會取消 就是啟用就是往下 可是要輕點喔 因為這個是排檔桿 重壓才是換檔 阿薛你覺得我剛剛這樣用跟車 你坐在副駕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坐副駕我覺得是蠻舒服 就是不會有頓挫感 就是你自己這樣開下來 我自己開起來 我覺得其實特斯拉的那個跟車 其實蠻好用的 因為他很簡單 就是不像那個 賓士跟邊會有很多按鍵要按 他就是排檔桿 跟這個滾輪 就這樣 沒了 是你裡面設定好 就是在使用的話會蠻便利的 中階就是 不會有頓挫感 因為大家講的都是蠻一致的 我自己覺得 在用特斯拉的跟車的時候 會有一點小不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之前的新聞 造成的陰影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 算小缺點 因為其實有些人可能不太會用的話 因為他是播兩下才是兩個都有 對對對 那如果今天有人不知道他播一下 他會不會以為就是有 車道維持 然後又有跟車 然後他手就放開 對 就做自己的事情 對有可能 所以就是我們要看那個 中控螢幕 就是如果 維持右開的話 就是 車旁邊會有兩條線 對啊如果只有藍車最高 他就是只有跟車 反正我們結尾會在 就是給大家 我們各自心中的排行 對沒錯 那我就是以駕駛人的身份下去做排行 然後他們就是 做的感受 那我們現在 試下一台 OK GOGO OK我們又回到熟悉的場景了 對 對 就這樣我們要測 我們要測我們身後的這一台 賓士的23匹根車 沒錯 是不是一直 GOGO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 賓士的根車要怎麼用 那我們今天測的是舊款的 舊款的就是 他方向盤的左邊下方 會有一個 那個短短的一根 那就是往內撥呢 他的根車就會啟動了 一小推尾一單位 一大推尾十單位 然後旁邊他這個是可以轉的 轉的就是他可以測他的距離 他有幾個車距可以講 賓士的話是四個 他完全取消的話 就是往外撥或者是踩煞車 他這個像特斯拉會有兩種 他就是一起的 他會跟別人一樣就是 如果沒有完全取消他會自己開啟 賓士不會 賓士的話就是只有取消跟啟動 這兩個 沒了 OK那我們剛才已經 試乘完了 賓士使用跟車的路程 對 對 23匹 那你自己感覺咧 我自己感覺 煞車是很綿順 但是他 這台賓士他在 加速的時候 就是會讓我感覺到有點 爆衝爆衝的感覺 對 那你自己使用下來 清身體驗 我自己這樣用我覺得他有一個很不方便的地方是他不是用這個排檔桿嗎 然後他在播的時候如果他回去原本的時速表 我要調距離的時候我是看不到距離的 就是等於我要再跳回去重開那個跟車的畫面我才看得到距離 他在油門加速就是像你講的會爆衝 然後他如果有車插進來的時候 他的煞車有點像擠煞的那種感覺 對 對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開 賓士的23匹的 大致上的感受 對 那我們就換下一台囉 GOGO 我們又回到這熟悉的場景 我們下一台要測什麼你應該知道吧 就是我們身後的這台 BMW 然後5AT跟車系統 那我們事不宜遲 GOGO OK那我們現在教大家怎麼使用BMW 5AT跟車 首先呢 他所有的按鍵都是在 方向盤的左側 那右上角這個一個車跟一個馬表的圖案呢 按下去的話他就是跟車 然後如果你要調速度的話他下方有一個這個 旋鈕 算旋鈕嗎 旋鈕 吓吓吓 OH MY GOD 對然後他往上一大格是10公里 然後一小格為1公里這樣 然後如果你除了開跟車你還要開車到維持的話呢 BMW他也是分開的 那車到維持就是在 就是在 車到維持呢 然後 直接被騎騎趕板 車到維持呢 車到維持呢就是在左上角 他有一個方向盤跟車道鍵 然後點下去呢你的儀表板如果有胎線的話胎線也會有 儀表板就會出現綠色的方向盤 以及綠色的車道跟綠色的車距 那車距要怎麼調呢 就是左下角這邊 有一個箭頭 那他總共有四段 然後呢如果要把它取消的話 就是按右上角 可是他這個取消是分開的 就是跟車 圍跟車 然後 車到維持 也是分開的 就是跟那個 特斯拉 對 可是特斯拉是可以一起關掉 這個沒辦法 我覺得他做分開的 對他這個是做分開關的 OK那我們剛才實測完BMW的5AT 先從阿勳開始 BMW的話 就覺得其實跟特斯拉差不多 就是可能整個油門 然後煞車 還有反應度 可是我覺得反應度BMW好像 比我想像中來的還要 比其他兩台還要好很多 比我們剛剛車兩台還要好很多 那我自己在操控的時候 我是覺得蠻麻煩的 因為他按鍵很多 就比較複雜一點 對可是雖然他都是集中在方向盤 就是一個油點 然後缺點就是按鍵太多 就是如果我不熟悉的話 會有一點不知道現在該按哪一個 對那他在你說那個靈敏度的部分 我覺得是比賓士好的 因為他不會擊殺 對然後油門也不會突然吹 然後又有貼背帶 對對對 那我們就繼續測下一台囉 GO GO OK我們現在要實測呢 就是四台車裡面 最貴的一台 看一下他的ACC 有沒有跟他的LOGO一樣 好用又保值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就去實測吧 GO GO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呢 保持捷的ACC要怎麼用 他跟賓士一樣就是方向盤的 左下角的撥桿 然後他有一個按鍵 他點下去的話 他的那個跟車就會啟用 然後啟用以後呢 他調那個時速是 是外內推 我覺得跟其他相反就對了 對因為其他 好像都是上下 對啊其他都上下 對他是外內 然後一樣 外推 一大推為10公里 然後一小推為1公里 然後他調整車距呢 一樣是這個撥桿 中間會有一個小撥桿 然後他一樣有四個距離 螢幕就會顯示 他的車道維持 跟BMW一樣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開ACC 他只要 在65公里以上呢 他就會自己開啟 車道維持 如果他全部關掉是在中控這一關嗎 沒有他中控那個是車道維持而已 喔這車道維持 對ACC是只有在那個方向盤這邊可以做孔子 然後他關掉的方式就我剛剛講的按 原本啟動的那個按鍵 然後不然你就是踩煞車 他一樣就會結束跟車了 那我們現在實測完畢了 我自己個人覺得用下的感覺呢 是真的很難用 因為他按鍵就是 他是按壓式的開啟那個ACC 我會按的時候 我會不小心去撥到撥桿 對我覺得這很不方便 然後他螢幕 就是他在跟車的時候 他也不會 他是在那個左下角的一個小小的 地方 他不是整個的 就只有你剛開的時候是整個 後面調整 就是只有那個畫面 除非你是按車距 車距就會整個畫面 所以我覺得 有一點難看 然後也蠻難用的 因為會 就會不小心按壓 就會不小心撥到那個撥桿 那我 自己做富家 你剛剛在用其實我覺得他整個 綿密感是有的 就是他在煞車可能我會感覺不到 但是我看你操作我覺得 就是整個很瘦 瘦蠻腳亂 不知道到底幹嘛 對啊我花這十幾萬然後 動業 然後重點是他車到維持跟跟車 是要分開選的 對是要分開選的 對 所以他就是 開個牌子 OK那我們已經實測了 四台車的跟車完畢了 那我們現在是來 就是告訴大家我們自己心目中的 排行榜 那賓士的話 便利性是給他 五顆星 因為他就是拿一根桿子操作而已 我覺得蠻 對蠻簡易的 然後他的靈敏度我給 是因為他的頓挫桿 有點大 所以他的舒適性呢 只有 那特斯拉的部分 我便利性是給 因為其實也是 排檔桿跟那個旋鈕 只是因為我覺得排檔桿 不太會用的人可能會打到桿 喔 對我覺得會蠻危險的 然後靈敏度我給 以及 以及舒適性也是五顆星 因為他完全不會像冰是一樣有頓挫感 就是都蠻順的 然後 B&W呢我便利性是給 然後靈敏度四顆星 舒適性呢就三顆星 主要是因為 B&W他的案件太多了 太複雜 對我覺得操控起來沒有這麼的簡易 那寶石節的便利性 靈敏度跟舒適度呢 我都是給三顆星 因為真的就是 你知道大家應該有聽說過寶石節的那個 如果以 這三項啊 來講總和 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 四項 我也覺得 B&W是我最喜歡 對然後 我就不講二三名而已 二三名就差不多 反正最後一名 我就是給寶石節 對我最後一名也是給寶石節 對 但是我第一名是給特殊 第一名 我是給B&W 第三名是 B&W 對最後一名就是 名副起始的寶石節 對 反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 對啦 心目中個人 感受的排行榜 那可能 見仁見智啊 OK那這就是我們以上呢 我們個人的 排行榜 沒錯 那影片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資訊 或是 自己心目中的排行 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幫我們 訂閱按讚 加分享 以及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